我们今天说说牵挂 每一个挂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要说的是六一阶级的挂 的系列 单独一个没什么意思 一说系列聪明的朋友已经想到了 有点基础 你会认为不就一个牵挂吗 当然还有别人 有不同的说法 那个说只有这一个的人 也是后来的人 只是表面上认为这些字 好像都说的是记忆 当然说一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也有 但是 你比如说之前 有一个日本人高岛异端这本书 也很有名 他六一学的很好 测到这个地三千 哇赶紧跑了 地震 那这就是牵啊 你说他好吗 还算他跑得快 所以这个牵在杂货中里面 是代表着 亲的 代表着很卑微的 不得已 不自主 不自信 也有这方面 比如说这个初遥 你说他谦虚吗 他 为言轻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也不是杨幽 他又没有 能力吗 那没能力 叫谦虚吗 他不得不如此 只不过他这样做的表现出来 将来 他有很多机会 能做大事 以这种行为方式 心态来做事 可以 所以他牵了 说君子有忠 你要全部都能做得到 你才急嘛 当然了有些这种 冯刀挂摇 为这种时间 这种地方 情景 你不得不如此 那你也没得选 那这样 你就只能这样做 那也算你急吧 那有的选 可能你选错了 就不急了 那逼上两扇 不得已而为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一些 其他的挂 首先五个摇 看上去都是急 差不多了吧 第六个摇 你如果还 这样做 那也是急 每个人对挂摇死的理解 不一样 话不多说 继续看 第二 他说明前 第一是他衬托了 上面这个羊腰 帮他一起 扶长扶岁 第二呢 上面 一个挂是 正挂 他衬托了这个正挂 所以可以叫明 另外 九二的位置 又是 见龙在田 他已经显露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那就明前 有单位 当然是好 那九三呢 我们会想到 前挂 其实每一个都是 前挂 坑挂 反复再说了 君子 吸体若立 可见 他是 非常的 辛苦的 整个挂 就他一个羊腰 就靠他来撑 真正 做事 那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只不过 累也要累死了 急 君子嘛 你就是如此 温馨 无悔 六四 无不利 伪迁 也有人说叫 灰浅 总之理解不一样 那他是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 当位 只不过呢 你这种谦虚 有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伪装 因为你 成价于这个 九三之上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个人理解 九六五理解 就更不一样了 他这个地方 因为古人 没有标点符号 断句又不一样 我们简单说的意思 就是 你有了钱 当然要给别人 其他不给别人呢 你看到这种情况 你也为名不平 劫负负贫 这就也好